2024年1月24号 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军演正式启动 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表示 这将是北约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 随着军演的展开 北约官方也放出了许多关于这次军演的信息 今天大兵跟各位聊聊这场冷战后北约最大规模的军演 这场坚定捍卫者军演总计有31个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瑞典的约9万军人参加 而在装备方面 北约将会出动包括航母和驱逐舰在内的50多艘舰船 80多架各类型弹机以及至少1100辆弹车演习将会持续到今年5月 演习地点包括了德国 波兰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其中还包括被称为欧洲央侯之地的苏瓦乌基走廊 苏瓦乌基走廊位于波兰和立陶宛边境 西北部是俄罗斯飞地 加里宁格勒 东南部则是白俄罗斯 自从波兰和立陶宛加入北约之后 这里就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势力范围的边境 具备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这条走廊的重要性愈发显现 北约方面在军演开始前表示 这次坚定捍卫者2024军演将会在针对一个 势军力敌的对手的模拟冲突场景中展开 并且展示北约在任何条件下 从北欧到中东欧数千公里范围内的复杂多余行动能力 从这场演习的时间地点以及假想背景 不难看出这场演习针对的所谓势军力敌的对手是谁 北约在冷战结束后十几年内 一直没有制定大规模的集体防御计划 因为那时的北约认为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会对欧洲和北约构成安全威胁 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和延续 欧洲尤其是与俄乌两国接壤的国家 再次感受了威胁 为此北约制定了数十年来的首个区域防御计划 并将俄罗斯视为北约成员国最重大最直接的安全威胁 将成为北约从危机应对转向作战联盟的标志 根据北约官方发布的视频和其他信息中可以看出 北约对这次军演的重视程度 各类北约现役主战装备纷纷出场 空中方面有包括F35 阵风 台风等多款战斗机 这些战斗机将会分别从德国捷克 荷兰三国的军用机场起飞 以德国为后方依托 以波兰和波罗的海区作为主要行动区域 而同样 作为德国陆军主力装备的PCH-2000自行火炮也有出现 这部分力量将由美国陆军 欧洲和非洲司令部负责指挥 演习地点同样集中在波罗的海区域 而在海上方面 由航母驱逐舰和潜艇组成的北约海军打击群 将会在大西洋海域展开联合作战行动 其中北约联合一体化防空反导预计会是军演的重点 除了传统的陆海空力量之外 这次军演还会出动包含天机卫星在内的多余联合力量 全面检验北约部队的作战能力 从各方面信息来看 这场演习毫无疑问是一场多余联合作战 北约将通过这场军演检验并展示 北约联合部队的多余作战能力 全方位对俄罗斯建立威慑 多余作战这个概念 由美军在2016年首次提出 其中的欲指的是在整体作战环境中 组织和实施作战所涉及的领域 除了传统的陆域海域空域之外 还有近年来越来越受各国重视的太空域和网络域 美国国防部表示 多余作战的目的在于通过联合部队 对敌方形成多余威胁 让敌方在顾此失彼之中暴露出弱点 这样就可以在与同等对手的竞争之中获得优势 简单来说就是在多个作战领域 对敌人形成优势 从而让敌人跟不上以速度的节奏 最终实现作战效果 这个概念出现的背后呢 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度转型 美军在基本完成反恐战争任务之后 将军事力量建设的重点重新转向了大国对抗 而大国对抗与反恐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 由于对手实力的变化 联合部队面临的挑战将由多余的使用 转变为多余的争夺 这种争夺及包括情报侦察监视与打击 远程精确火力 一体化联合防空等等物理层面的硬争夺 也包括战前情报搜集 舆论引导 心理威慑等非物理的软争夺 在美国提出这一概念之后 英国等北约国家率先跟进 基于美军提出的基础概念 积极参与美军多余作战概念的开发与实验 并结合实际修订自身的军事发展和作战规划 英国国防部提出了 与美军多余作战的概念基礼相一致的多余融合概念 目的在于整合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作战 发展一支联合部队并保持在大国竞争中的优势 其他北约国家也在不同程度 联合开发和创新运用多余作战概念 2019年美国陆军领导开展了联合作战评估演习 这场演习目的在于评估印太司令部 多余特遣部队作战能力 法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 组成多国任务组织参与其中 评估了2025到2028年作战环境下的多余作战能力 2019年10月 北约联合空中力量竞争中心进行了 塑造北约未来的多余作战态势会议 从多余作战力量 多余作战行动和训练联合部队 等方面对北约如何塑造未来多余作战态势 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跨域作战作为一种新的作战概念 通过综合运用陆海空天网等 不同作战领域的作战力量 同步协调行动打破了传统的作战边界 将多个域的作战力量相互融合 相互支援 密切协同 将整个作战体系的效能发挥到最大 构成跨域作战体系的要素 包括了探测感知 指挥控制 拦截对抗等装备实体 应根据作战对象 作战目标 作战区域等 具体选择能够完成既定目标的装备 未来的跨域作战必然是涉及多个兵种 和多个作战域的联合作战行动 各兵种在各个作战域的行动相互密切联系 虽然有些行动是在某个作战域展开的 但是它的作战效果却是在其他作战域显现的 这种多个作战域之间协同作战的能力 目前还只能成为小协同 在更加网络化 信息化的未来战场上 这种兵种层面的协同 要继续向着更高层次发展 例如不同兵种在同一作战域中的联合作战能力 而隐藏在各种战斗机 坦克和军舰之后的虚拟空间和网络能力 才是未来多余作战真正的核心 随着卫星导航 雷达 网络等技术的应用 由监视侦查 指挥控制 导航定备等部分组成的 信息链路逐渐成型 使得信息和火力的结合愈加紧密 发现及摧毁的精确作战成为了各国的目标 多域之中的网络域成为了引导其他作战域的主要因素 指挥信息系统成为了连接各个作战要素的扭蛋 从战争的激励上看 跨域作战催生出了复杂性战争 现代战争逐渐由火力之胜发展为信息之胜 在世界战争史上 科技和作战理论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着战争的面貌 跨域作战作为现代战争的典型特征 也是催生战争复杂性的根本原因 跨域作战的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跨域作战力量多样化 交战双方难以相互评估彼此的作战能力 过往以火力为中心的战争中 这种作战能力评估 可以通过对兵力和火力的数量统计来实现 而以信息为中心的战争中 也可以通过技术和平台发展的差异来衡量 但是跨域混合作战因为力量多样化 导致作战能力评估的极端复杂性 其次在现代作战体系中 先进的军事通信网络 能让任意人员和装备建立联系 形成无数种作战组合和作战方式 而随着作战单元的增加 作战体系的复杂程度会呈现指数级增加 跨域作战使作战体系的复杂性 和指挥通联的难度极大提高 对部队的信息化水平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虽然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多域作战概念 但是真正能运用自如的却并不多 战争自从诞生以来 先后经历了从有形空间到无形空间的跨越 从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的跨越 从传统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的跨越 而战争的复杂程度 也随着作战领域的拓展而不断提升 每一个作战空间及其作战机理的存在 都是有其独特的优势 而在跨域作战过程中 根据作战目标和战场形式 各种作战力量和作战平台 可以快速灵活部署调整 作战领域的拓展和作战要素的叠加 导致战争复杂性不断增加 但这是人类活动空间和军事技术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未来联合作战中 所有三战力量的作战行动 将以网络信息体系为纽带 围绕着整体战场目标联合发力 多余协同跨越作战已经成为大势所去 谁能在这一领域占领先机和优势 就势必会在未来的战场上获得巨大的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